新闻哇哇哇 挖掘新闻人物 挖苦新闻人物 我是郑鸿怡 我是于美人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哇哇哇 为您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 首先第一位是两性专家黄月穗黄老师 第二位是资深演员游国栋先生 还有位是媒体工作者陈玲玲小姐 以及另外一位媒体工作者吕文婉小姐 欢迎四位特别来宾来到我们的现场 今天讲的是远距离的婚姻 我们刚好请到一对 他们也是经历过远距离婚姻的夫妻 就是游国栋先生跟林玲姐 对不对 他等着上哇哇哇很久很久了 因为他想要上诉 是是是 那为了证明 为了证明林玲姐跟这个游大哥曾经是夫妻 现在也还是夫妻 所以呢我们有图为证 这是当年他们的结婚照 哇 这是 那时候他是中式的基本小生 OK 还有很多戏 文婉那时候好像也有采访过 对有采访过 你是怎么到手的 对 设计很久 一生相许 那林玲姐那一年才27岁 对不对 27岁 OK 好 然后呢你们这个 后来有了这个 有了这个小孩 对不对 对 就是那时候还在台湾 对不对 对都在台湾 那时候小孩大概才五六岁吧 那时候我在当记者 当的轰轰烈烈的时候 那他也在拍戏 那时候两个人感情好吗 还那时候还好啦都是好都还很好 那时候还好都还很好 这时候还有小孩的时候就还很好 对不对 还小小孩还小的时候 OK好 那后来是什么时候才出国了 这个是出国了 对小孩小学一毕业就送出去 我们先到加拿大 然后才到美国 那这是儿子二十岁生日的时候 我飞到美国去 我们一家三口 给儿子庆祝 这小子二十岁看起来怎么像十五岁 对 这南国中生 这时候感情好吗 不好 最坏的时候 那不好 林玲你一直笑 笑什么 笑儿子长大了 就是这时候是 那时候已经独立 尤大哥带儿子在那边独立生活很多年了 对 我已经在那边 大概已经七年了 七年多了 已经七年多了 我们分居前后加起来 大概将近十一年的时间 有那个挖挖挖 在你住的地方美国 看得到吗 看得到 所以你都看得到他上节目 看得到 他讲什么你都知道 我都知道 你没有满腹委屈 答案有 所以我说他等着来上宿 拦叫喊冤 对 今天拦到轿子了 而且更夸道的是 半夜还有人打电话给他 你不是朋友看到了 你跟他讲 不是 都是他 我都是在睡觉的时候 他打电话来 半夜 怎么说 因为台北这边是白天 我那边是晚上 他都是打电话来 我们要不要离婚 第一句话就跟我讲这句话 我那时候心里在想 我在睡觉 我明天还要工作 你跟我提这个干什么 就是因为让你很累 所以你才去一日程 我心里是想 我们改天再谈 他就想 不行 我现在这边 我一定要跟你讲清楚 我好 我和你说 他说我们现在把 差点分一半 一人一半 好 小孩还是归你 我他说 那小孩为什么要归我 一人一半 小孩就归你 都是妈妈带 小孩子大家都不要 不是 我那时候 我是故意要把他推给他 因为我在美国 那小孩在美国 你一定要带小孩 你就要来美国 我就是要让他到美国来 但是他一直不愿意 他就不肯 他每一次 有绿卡的时候 就是每半年要飞一次 他每飞一次的时候 我以为他来的话 最起码住个十天 住个半个月 他一来以后 三天四天 就会讲不行 我要走了 他走了 为什么会走 就是每一次 我们都会吵架 到超市去买菜 因为我知道什么时候 超市会打折 因为我在超市工作 我知道什么时候会打折 你在超市做什么 我在鲨鱼的 卖鱼的 台湾的小生 去美国超市鲨鱼 我在那边 工作是鲨鱼 没有错 可是因为我 本身就会下厨 会下厨 我在台湾学过半年 所以我觉得 我去工作 一定要去工作 不只工作 我生活费哪来 他也不肯寄过来 他也不肯寄过来 对啊 我在台湾还是有一点钱 我叫他寄过来 他不肯 那我说 那我在那边怎么办 我必须要下去 一定要下去做工作 我找到一个超市 找到那个超市 我在那里工作 所以你知道超市的 作业啦 打折啦 对不对 对我都知道 价钱 什么价钱 什么时候可以便宜 那为什么这会冲突 因为他来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 礼拜四或礼拜五 他来的时候 都是礼拜二 礼拜三 那礼拜四开始打折 他在礼拜三的时候 他就一定要买 我说你隔一天再买 就开始打折了 他不肯 为什么他不肯 他就想说我现在就要做 今天晚上就要吃了 我想说你隔一天再吃不行 因为他要回来了 那差多少钱 差一倍 所以这是一个很浪费的女人 对不对 不能这么说 因为他的好心 我是知道 他是想说 你在美国辛苦 我要弄一些好菜 弄一些我自己下厨 帮你弄的 我心里想 我在这边生活 你应该来这边 要随我的生活 不是你想生活 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我说你要来 要融入到美国 我心里想 你要融入到美国的生活 你才能知道 美国生活是怎么样 他不肯 第一个晚上浪漫 让你吃好一点 你才有体力 也不是这么说 有体力 我一直都很有体力 我在超市 打工 最可怜的时候 是什么 被人家认出来 台湾去的 对 我那时候 我还特意有一个帽子 我特地戴的低低的 戴的很低 我想说没有人认出来 因为我一直忙 一直在做事 你在路安基 没有那时候 第一次去 在加拿大 就被客人认出来了 挑鱼的时候 他就认出来了 我好像认识你 我说对呀 你每天来买鱼 当然认识 他不是 我在电视上认识你 既然被认出来了 我就认识 我就好 我是演员 没错 我就认出来 可是那时候 心里是很难过的 为什么 我为什么会在那边 对人家 哪一个演员到那边去 在超市如果打过工 明明台湾有钱 老婆又霸子不给你 对不对 只好去打工 而且老婆那时候 又跟我吵架 一天要吵了 要离婚 晚上吵架 我白天在那上班 我心里压力很大 那我又要照顾小孩 我心里 心里一直在想 这个婚姻 是不是真的不要了 我觉得你应该跟他离婚 是 可是我听到这边真的 你看他这样子 内外交加 要带给孩子 是很难过 一直在考虑 要不要离婚 可是我看到 因为我很爱小孩 很爱我这个小孩 可是我一看他的那个样子 真的 我要为他想一想 我真的离婚了 他的感受是什么 我想到他的感受以后 我就想 可是小孩跟你住 妈妈也都不在身边 没有错 可是 妈妈会经常打电话给他 他跟我吵架的时候 我唯一跟他谈离婚的事情 完了以后 我就把电话拿给小孩 他跟小孩在谈 跟小孩谈离婚啊 没有没有 我跟儿子感情非常好 无话不谈 郭总这样好不好 我们从头来 因为 因为你想 你在台湾是个小生 去那边杀个鱼 所以你这样认出你 你觉得很丢脸 对不对 那你为什么当时要去美国呢 为什么要移民呢 我当初要移民是小孩 小孩到那边去读书 我们规划好 要小孩去出国读书 因为小孩在台湾读书 很可怜 因为他要补习 要什么 到晚上一点多了 他还在写功课 第二天还要我去送他上学 不忍心 因为他都不管 小孩上下学都是我去接 怎么这么不负责任的妈妈 我心里那真的是很难过 一直太太要跟我吵离婚 然后我在那里带小孩 我心里一直在想 这个婚姻真的是真的可以不要了 可是我想到小孩 真的 那所以你们去美国这个事情是夫妻两个人一起讨论的结果 是 得同意的 那你有没有当时有没有想过说 这个当时他有要决定要跟你去吗 他当时是叫我先去 他说你先去 反正你先到那边安顿好了 我就过来 就去 对 但是他一直不去 他一直不肯去 又被骗的感觉 那时候我最难过的是 我要离开的时候 我拿两个大批箱子 第一次要去美国之后 第一次要去加拿大 我走到门口的时候 通常太太一定会抱我一下 或者跟我讲 你到那边有什么事情打电话给我 应该舍不得 他不是 他给我了一句话是 我跟你婚姻完了 你到那边找一个了 那个人喜欢你的 你就跟他走了 我跟你没办法了 你受不了 等一下 所以 before你 before你 你要去 提皮相说 你还不知道他要讲这个话 你还一直以为 你先去安顿 然后他会过来跟着你的 对 没有之前没有任何的征兆说 他是想要跟你拆了 没有 我那时候心里还想说 我去美国 我安顿好了 什么都弄好了 他可以过来 他突然给我这一句话 所以你怎么 我设计得这么完美 好 我先讲一下 因为那个时候 其实 他出国的那时候 我还在当记者 那时候还是有固定的 其实我觉得 你外面有人 其实我的直觉也是这样 为什么他说老公要走 那是真的是 你们两个 那个常 讲完 对不对 他看法就是一样 他说你干嘛 怎样 他怎么怪你 有没有帮我上诉啊 我不觉得说 真的有来点难 不是真的 那个社群 不然就是你对他感情带 没有就是你 那个感情带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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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